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书画频道开播了 这是咱们心中的一件大喜事 我们大家都是书画爱好者 这书画频道本身是一个平台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了解到书画界的很多信息 同时还可以展示我们的作品 尤其是有一些初学者 他们愿意看到一些有名的书画家 他们的一些作品供我们学习 还有的同学提出了希望 就说希望我们能够开设绘画课堂 给大家教授一些关于绘画的基本知识 我们绘画课堂这个栏目 就是应大家的要求来开办的 我有幸来做第一个老师 跟大家来见面 介绍我在学习创作方面的一些经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今天跟大家第一次见面 就想就写一花鸟画的学习 跟大家先谈一谈 首先我先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学习写一花鸟画的好处 写一花鸟画 咱们先分析一下 花鸟画 这个花鸟画本身在中国画里面 山水人物花鸟 这算其中的一个大科 它是以各种花卉和各种禽鸟 作为一个题材来进行表现 大自然是特别美好的 大自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 绚丽多彩 有多姿多彩的各种的鸟 这个都是我们的题材 这个大自然是一个上天赋予我们的一种 自然的一种产物 那我们作为人来说 喜欢它就要在丛中找到美的东西 加以表现 我们所画的就是花和鸟 所以这个是花鸟画 在花鸟画里面又分成工笔和写意 这两种处理的不同的方法 这属于技法的范畴 工笔就是勾线比较细致 染也是很细很润 它用工整秀丽的这种手法来进行表现 这个写意画呢 咱们就讲讲什么叫写意 写其意 这是简单来解释这两个字 这个意是什么呢 就是花有情 鸟有态 它和我们人来说有一种交流 这种交流就是意 就是一种情 有的时候呢 这种交流也可能啊 就是咱们人主观的一种意识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牡丹花 它在刚刚开的时候 好像是在含笑 我看到它以后心情有一种愉悦 那你就通过您画 把这种愉悦的心情画出来 这就是物我一种两望 物我之间的一种交融 如果您通过画花鸟画 把您的情表现出来了 这个花鸟画 它本身是有情的 这个写意呢 就是我们用概括的简练的笔法 去表现您的情和您的意 这就是写意画 当然这个写里面呢 除了概括和提炼以外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以书入画 书是指什么呢 书法 书法的一些线条 我们用在画里面去 让这个画呢更生动 更显得有厚重感 是吧 不是刻刻板板的 好像拿那个硬笔去画画 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笔情莫韵 就更丰富一些 所以呢 这个写意画鸟画啊 这是我们抒情表达心意的一种 特别好的一种手段 尤其是老同志 我觉得学习写意画鸟画 在大自然当中 去找到您所描写的对象 您把情请注在这儿 这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 这个写意画鸟画啊 本身也是一种学问 山水画都是缩小 您要画泰山 不可能有一张纸 像泰山那么大 我跟泰山画的一模一样 大小都一样 这个画画完以后 恐怕没有一个展览馆 能够放下 山水画全是缩小 但是画鸟画不一样 画鸟画要求呢 基本上画圆大 把这个镜头 对准了它以后 是一种特写镜头 山水画呢 是一种远观 所以我们画画鸟画的时候呢 应该考虑到 它有多大 小鸡 拳头怎么大 那您就画拳头怎么大 您得看真东西 然后您再画 您就能够学得很快 所以呢 我们学习画鸟画呢 在学习方法里面 首先应该是 师造画 什么叫师造画 拜大自然为师 您今天画竹子了 您看看真竹子 您看正板桥那个画册 那个叶子也是缩得很小 您要是照着那个画 不行 也看看真竹子 然后结合起来 看正板桥的画册 您会进步很快 您平时呢 在请老师 给您多指点指点 老师起什么作用啊 是把握方向 揪偏的作用 所以我说呢 就是说 师造画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要拜老师 这个拜老师呢 您要考虑 他这个是不是专业的 他画的是不是好 这里面很重要 有一些人呢 就是自己 画了一些画以后 虽然说几十年了 但是可能 他自己存在好多问题 他也不可能啊 能够看到 学生所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 有的时候啊 也容易无人自立 所以古人讲呢 就是取法乎上 谨得其中 这意思就是说 我拜一个上 上就是上等的 优秀的老师 我向他学习 如果我学的一时 没学到 我可以 仅得其中 也不至于说 仅得其下 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 取法乎中 仅得其下 是这个道理 另外呢 还有就是 我们这是全方位的 我们画写一画鸟画 要造型 要笔墨 造型笔墨 构图 需要学习 色彩 需要学习 这得多读书 多看画 这个看画啊 这里面我们用另外一个词 叫读画 这画得读进去 什么叫读画 这个读画就是 等于是读书一样去读 等于自己给自己上一堂课 这张画的 这个构图有什么特点 它构图的气势 怎么走的 它的框架结构 怎么安排的 也许我现在说这些术语啊 您现在不太明白 等您上完这个课以后 您全明白了 这框架结构 怎么回事 它的色色有什么特点 它的风格 它的格调 是什么样的 都要读进去 甚至于就是这张画 先画哪 后画哪 您都应该看明白了 这样呢 等于啊 看一张画 就是上一节课 您的收获很大 在读画过程当中 您呢 这个做做笔记 构图上的笔记 做一做 另外局部 如果说有一张画 鸟画得非常生动 您把它记下来 也许呢 这张画 您看了以后 这个款 打动您的心 觉得提的妙 提的好 我将来有用处 可以值得参考 您把款记下来 或者是某一张画 它这个提款上 几个传书 写的挺好 您照着它 给它描下来 这样呢 您把您的笔记本 留好 将来随时的翻阅 对您来说 经常复习 慢慢的争取 把这些东西 变成自己的东西 书画频道 播出以后 我要给您讲 几十种 花卉和鸟类的画法 您最好是趁热拉铁 往往初学者 有这种体会 上完课以后 有一种激情 有一种啊 就是欲望 我非得画好了不可 一放 放两天 放三天 放一礼拜 您这激情就没了 放在那以后 就不肯弄笔了 所以最好啊 借机啊 就是趁热打铁 然后马上临摹 马上去学 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不入迷 就没法入门 我们现在有些初学者 特别入迷 整天考虑的是这个 看书啊 看电视啊 就盼着咱们书画频道 来播这个技法节目 然后天天画 好 在这个基础之上 您动脑子学了 然后动脑子画了 最后再动脑子总结 必要的时候啊 把您的画挂在墙上 挂在墙上以后 看 只要有五张以上的画 挂在那 您就能看出来 通病是什么 有时候往往一张画 搁在那以后啊 有点小毛病不明显 五张以上一摆 一看 哦 我有个毛病出来了 可能外人看不出来 然后自己一看 几张一对比就出来了 所以经常总结 对自己啊 别客气 对自己别客气 就是看到什么毛病以后 马上改 而且是啊 在给自己定题目 定课题 这种学习方法 很见成效 您比如说 有同学说画鸡 画不好 我这一个月画鸡 我就钻这个题材 我去到动物园 我到那个农贸市场 我去看鸡 我到这个养鸡场去看鸡 画数学 拍片子 到书店找 有一些那个画册 是人家摄影家 给拍下来的鸡的各种各样的形态都有 您就钻在里头 然后再找一些名画家 他画的鸡 他用什么方法去表现 这样呢 您在一定的时间专攻一个主题 最后很见成果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有整时间 那您用在创作上 用在临摹上 有碎时间 您用在读书上 比如说诗词 题画诗 或者是看看画册 您晚上泡脚的时间 都可以看画册 这样 整时间又整时间的用处 零散时间又零散时间的用处 您把这零金岁域 积累起来 积也成球啊 您这学问慢慢慢慢的涨了 知识越来越涨了 这样首先得到一个眼高 精彩的东西 精华的东西 多去悟 有时候您听我这课 好比说 一遍听完以后 有感受 您二遍再听一听 将来我们还要出版光盘 也可能在必要的条件之下 要搞寒寿 把您的作品寄过来 寄过来以后 我们给您批改作业 给您定定方向 揪作片 将来如果有条件的 还可以报我们中国画鸟画研修院来两年的时间专门来培养 专门就学这个 我就天天的给您讲课 这样学习 我想值得下一点大的功夫 下面我再给您介绍一点 就关于写艺画鸟画方面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知识 我们工具离不开 笔墨之宴 先说说这个纸 这个纸叫宣纸 这个宣纸为什么叫宣纸 最早出在安徽的宣城 它是特殊的一种制造方法 有棉 有皮 有草 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宣纸特别适合于画画鸟画 这个宣纸有生熟之分 这个生的就是吸水的 熟的不吸水 熟的画工笔还比较合适 我们要是上这个课 所要进行练习 买生宣 而且是啊买这个单旋 您不要认为越厚越好 这个有的是双层夹 等于把俩两层粘一起了 厚了 有的还是三层夹 那是有别的用处 咱们先不说 您先买单旋 最好的是静疲 再往静疲再好一点 叫特静疲 买宣纸是这样 您在初学阶段 别买太高档的 如果将来搞创作 可以买特静疲 安徽产的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宣纸 您只要买生宣 买单宣 一般的是棉疗单宣 可以做练习 将来随着您的提高 您在静疲 您在特静疲 这是宣纸 这个毛笔呢 是这种情况 大小都要用 它不像说 我们搞书法 有大笔 中笔 小笔就行了 不是 我们画画啊 各种笔有各种笔的用处 大的画 这个大叶子 芭蕉啊 荷花呀 大叶子 中等的 画中等叶子 或者是画花 画花最好能够是这种的 这个笔风啊 它是白颜色的 要不然这个颜色挺深的 您调出色的 自己都看不清楚 您要是画画头用 最好这个别占墨 占了墨以后 这个根上啊 就字进去了 字进去以后啊 将来您画画 需要干净 它总往外有墨 往外渗出 所以多预备几支笔 这样比较好 这个笔呢 还有的是带尖的 我们要用笔风 有一些笔呢 是没有尖啊 稍微圆一点 有的毛比较硬一些 像狼好的 有的毛呢 比较软 像羊豪的 羊豪的它是 含水比较好 狼豪是比较挺健 我们初学 您最好就买尖宗 尖宗的意思是 把它兼固了啊 又有软豪 就是羊豪 又有硬豪 兼固以后 既挺健 又含水 这样比较好用 这里面还得说一下啊 每次画完以后 您看我这笔 还是比较干净啊 画完以后 一定要洗啊 洗干净 洗完了以后 用手啊 转一转 或者拿那个 呃 卫生纸 废话啊 给它转一转啊 转完了以后 把这水吸出去 把毛 捋好了 别扎实的啊 捋好了 它是您的工具 您要爱护它 它就很好地为您服务 是吧 给弄好了 如果您天天画画 您不要把它插鼻筒里头 有些人的笔 为什么就裂了 您的笔筒一插 这水往下走 您怎么吸它也还有水啊 往下走 这口都沾了 啊 最好的办法是吊着 这水往下走 这个笔筒里面不存水 这个笔筒里面不存水 或者是这样啊 我天天画 我不吊着 我把它反过来 这么放 我下面呢 搁一张废轩纸 啊 不平放 反过来放 啊 这对笔的保护 是很有好处的 颜色呀 咱们主要用的就是 就是签袋的 挤的这种颜色 这个是比较方便 啊 将来如果您搞创作 呃 画的好以后 还有一些高档的 中国画颜料 那个慢慢的咱们再讲 啊 您就用这个十二色的 叫中国画颜料 千万不要买水彩颜料 啊 我们适当的 有一些要用 这个广告色 来补充 具体您用什么颜色啊 您现在先不买 等我跟您讲课以后 还比说 今天需要柠檬黄 啊 明天需要古兰 还是需要什么 土红 啊 我再跟您说 因为这广告色太多了 几十种 您要是都买来 有些用不上 那就浪费了 而且广告色啊 有的 画完画以后 要脱表啊 不跑 有的就 他这个一表就跑 是吧 有一次啊 这个很有意思 我画一牡丹花 画牡丹花的时候 我用广告色 那个鼠红 啊 还有一种紫红 我去画 画完以后 我挺高兴 呃 我到师傅那去表一下 这师傅表完以后 就瞧着他朝着说 啊 就阴开了 这个牡丹花周围啊 就红了 这师傅就问我 什么色啊 我说我用了一下广告色 一看 这个广告色不能用 啊 咱们这样说 我在课堂上 给您讲 您用什么色 这我都试验过了 那绝对不会跑 这个颜色是这样啊 每次用完以后 一定要盖好盖 轻易不要走后门 一走后门 将来这个 这口特别大啊 容易干 啊 您在保存的时候是这样啊 用一个 废旧的瓶子 带盖的 您把颜色装里头 您再拿一块海绵 弄点水 给它攥出去以后 这个海绵 是朝的 搁在里面 一盖盖 您想啊 它能干吗 啊 不会干的 是吧 平时用的时候 如果稍微头上有一点干 拿牙签捅一捅 一用就行了 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啊 完全暴露在外 我这是为讲课 我在家也是 花完花以后 给它盖好了 我们这个盘子 大家就用这种白盘 别用太小的 也不要用那花格的啊 中间有好多好多小格 没法调色啊 您说大笔这一条 那小格有什么用啊 那是小朋友画水彩画用的 咱们就是吃饭的盘子 很简单的 但是呢 不要花的 笔洗 大家都了解 这叫笔洗 有人说我家有瓶子 不是不可以用 但是呢 有个要求啊 应该是 您看这个特点啊 口广 它薄浅 水呢 它比较多 我这个毛笔 插到 画到里面去以后啊 哎 笔杆不湿 或者湿一点 就行了 您想您那个桶 呃 要想说 这个 涮笔 整个笔杆全进去 您画着画着 这个笔杆上 水往下流 那那肯定 那是水太大了 是吧 我们算笔的时候啊 注意方法啊 这都是我的老师 李苦禅先生 郭伟区先生 他教的啊 就是转着 稍微的笔根啊 我拿出来 你看啊 这样 笔根 这么 算笔啊 我就看不惯这种啊 到时候 算笔 这怎么算呢 弄了一桌子 而且算不干净 笔根里面有颜色 您就要轻轻的 这习惯的 慢慢养成 还有就是 湿 怎么办 刮一刮 再笔垫 这叫笔垫 废纸啊 废宣纸 吸水的 吸一吸 养成好习惯啊 这叫文明 这叫文明 啊 这个水 今天画完画了 盘子要刷 这笔血要洗 有的同学 那个笔血啊 那个里头全是黑的 为什么不好啊 这水是干净的 还是脏的呀 看不出来了 那不行啊 我这一看 干净的 有人那水是新换的 它也是黑的 可能我要求的太高了 但是我觉得啊 咱们训练 从头开始 严格一点 所以好 我们画写一会儿啊 它是吸水的 吸水那个这个纸呢 它就容易透过去 如果您在桌子上画画 透过去以后 然后它就顺着桌子 给您往外溢 这张画的造型 它就变了 所以呢 还必须预备一个毡子 这个毡子以羊毛的为好 为什么呢 羊毛它不吃水 它拖着 您这纸湿了 湿的就是纸湿了 很少有沾上它的 如果沾一点 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棉的就差 棉的吸水 您上头画一亩蛋花 拿开以后 毡子上还一亩蛋花 毡子脏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您把这个纸稍微一挪 旁边又脏了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您存在纸上的颜色 如果说 就说咱们按指数 按照100来算 您尽量存在纸上 这样表出了以后 这个灰 该强烈就强烈 您这个100 您被沾的沾去40 您说您这花能强烈吗 另外呢就是印章 这个印章啊 大小各种不同的 您这样随着您学习的深入 您先弄明章 然后弄一个压角章 逐渐的呢 您的明章 有阳文的 有英文的 压角章呢 有大 有小 有不同的内容 这个内容 我就今天就不讲了 以后有机会的话 咱们专门讲一讲 压角章这个内容 还有就是墨汁 这种墨汁啊 咱们不能用太简易的 太简易的那个墨汁啊 时间长了 发就是有味啊 发霉 而且是啊 我们用的时候 您看啊 它因为有沉淀 用的时候 养成一个习惯啊 我今天要用了 把这个沉淀 逛掉完了以后 摇匀 您再倒出来 最好呢 如果有条件 您在墨盒里头 倒上墨 加点水 拿墨盐一盐 这个墨应该是油烟墨 有人说 那个我家有松烟墨 松烟墨没有油烟墨好 松烟墨是写字用的 松烟墨在墨色层次上插 它也很黑 写字不太讲究啊 这个墨分五色 我们画画用油烟墨 它可以分好多层次 沿一沿 完了以后 画出来的很精彩 这个燕你看啊 要盖盖 我今天画完了 今天盖盖 不能敞耳它 明天接着画 可以 画了几天以后呢 我加点水盐一盐 还可以用 如果里面出现了洞 或者是干了 不要凑合 给它呀 头天晚上泡上它 第二天一刷 完了以后啊 咱们再重新再弄墨 在画画上有这一点啊 你凑合它 它就绝对凑合你 在工具方面 所要预备的 我给您呢 也做了介绍 以后呢 您每次上完课以后 及时的趁热打铁 去进行练习 我们以后啊 每次该用什么颜色 都给您认真的去讲 而且上面还有字幕 仅供您的参考 如果您呢 是觉得听了一遍以后呢 哎呀还不行 我还想听 将来您还可以买光盘 这样的话呢 随时随地的 就等于我给您讲课 随时咱们都可以见面 啊 呃 最后我说呀 就是学习写一花鸟画 这是一门学问 不光是一个技法问题 呃 如果光看这是一个方面呀 啊 呃 这技法不会也不行 啊 您把它看成综合的学问 这里面有技法 技法里面 有怎么调色 怎么运笔 怎么造型 呃 怎么安排构图 啊 到构图 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了 啊 这里面 我希望您从思路上去听课 呃 我希望您 平时在多读书 多读画 啊 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这个 写一花鸟上 这样的话呢 肯定会有提高 啊 您肯定会有进步 将来呀 我希望 能够在展览会上 或者在出版的画册里面 看到您的作品 啊 呃 这是我的心意 也是我们书画频道 全体同志的 呃 对您的一番心意 啊 希望看到您的进步 呃 今后我们还要一级一级的 给您讲课 其他的一些知识 我们在每一节里面 都会慢慢的给您讲 啊 今天的课 我们先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想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 白痴干头更进一步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大家讲讲技法 徐湛 中国花鸟花研修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美协会员 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 曾师从于李苦禅 郭卫渠和欧阳忠实等大师 专攻写一花鸟花 今年呢 是农历已有之年 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鸡年 在中国汉语里面呢 鸡和鸡是相邪的 所以也管今年呢 叫大鸡之年 都希望大家大鸡大利 我今天呢 这第一课 就先给大家讲讲小鸡的画法 我们所用的工具 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有三只毛笔就够了 这一只呢 大白云或者是大蓝竹 另外呢 一只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 是狼好的 也可以用点霉或者是液金 再有一只呢 也是稍微小一点的 这三只毛笔就够了 我们先把它放这以后啊 要想画任何一样东西 首先对它要有一个认识 小鸡大家都知道 毛茸茸的啊 这个大小呢 就像拳子这么大吧 我们先把它啊 分成几个部分 大家认识一下 现在看看这张图 这是小鸡的结构 小鸡呀 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是头部 另外一个是躯干 第三部分呢 就是腿 在头部里面呢 大家看到啊 它的脑门有机关子 脑门往下 在前面 它是有嘴 有眼睛 大家在画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机关子 它是没有长很大啊 它有一个痕迹 它是在脑门上 绝不是头顶上 更不是枕破